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26讲到第28讲呢 我们将学习数据整理 我们将使用dofile来实现这个过程 如果大家已经不太记得怎么使用dofile 什么是dofile了呢 我们可以一起回去看第10讲可重复性logfile和第11讲可重复性dofile的内容 尤其是在第11讲中呢 我们已经提供过一个dofile的例子 大家呢可以再运行一遍 看看是否还记得怎么运行dofile 那么在讲解是用stata进行数据清理之前呢 我还是想再强调两点stata里面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点呢就是stata是区分大小写的 无论是变量的名字还是stata的命令都是区分大小写的 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就是stata里面常见的一些符号 比如说我们来看等号是负值 比如说我们generate一个x它等于1 那等于等于是横等 比如说generatex等于1 if y等于等于2 这个竖杠是or或者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generatex等于1 if y等于等于2 或者y等于等于3 最后一个and是且的意思 比如说generatex等于1 if y等于等于2 且z等于等于3 那么这四个呢就是stata里面最常见的一些符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节课程之中 我们将会学习怎样的数据清理步骤 比如说在数据清理过程一开始 我们想查看我们的工作路径 那如果不是我们想要的工作路径 我们想改变一下我们的工作路径 之后我们正式导入数据 我们可能导入excel文件 也可能导入csv文件 我们也可能导入stata自带的这种dta文件 那导入文件以后呢 我们想添加变量标签 或者对于变量的数值添加标签 便于我们的合作者进行查看 那之后呢我们可能想生成新变量 或者呢想生成一个统计量的变量 再之后呢我们可能想将观测值 按照变量数值的大小进行正向排序 反向排序等等 按照数值大小排序之后呢 我们可能还想改变变量本身的前后顺序 再之后呢我们可能想将数据进行长和宽的转换 或者呢合并其他的数据集 再之后呢我们可能想删除或者保留观测值 或者删除或者保留某些变量 那分析完成以后呢我们可能想导出一个Excel文件 或者CSV文件或者呢Stata的DTA文件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三节课将一起学习的内容 当然我们还会在过程中穿插一些其他的小知识 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开了Stata的软件 大家也可以打开下载的Lecture26这个DU file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运行代码 那么首先我们复习一下Stata里面添加注释的方法 我们说在Stata里面绿色的文字都是不运行的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行到第十四行都是绿色的 那这些呢就都是注释 在第十一讲的时候我们说过了呢 有三种添加注释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双斜线 如果双斜线跟在一个command的后边 那双斜线之后的文字就都是注释 在这块呢请大家区分双斜线和三斜线 在Stata里面呢 三斜线代表了换行 而双斜线代表了注释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 如果星号作为一行的开头的时候 那这一行就都是注释 当然如果我们想加很多很多行的注释 我们可以在每一行前面都加一个星号 但是这种方法呢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更简单的一些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第三种方法 我们可以在两个星号之间添加多行注释 具体来说就是先画一个斜线 一个星号 最后一个星号 一个斜线 那中间的所有东西 包括我们这儿的purpose author和date created 就都是注释了 这样呢我们就很方便地加很多很多行的注释 那复习完了Stata的注释以后呢 我们来一起开始做分析之前的准备步骤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可以输入clear all 我们把它选上 然后点击do 这一步的作用呢 是清除Stata内存里所有的数据和micro等等 我们知道在选一行代码的时候 我们不用把这一行都选上 比如说我就选一个a 我点一下do 那Stata呢也是执行的这一行 这一点呢和r是不同的 我们在这儿可以试一下我们怎么添加注释 我们在clear all后边打一个空格 然后呢画上一个双斜线 比如说在这儿我们写一个caption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do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绿色的部分就都是注释了 但是在这儿请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个双斜线和all之间是需要有一个空格的 你不能连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连在一起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 他就报错了 他说not allowed 当然我们可以空很多很多的格 比如说在这儿 一二三四五 我们空了五个格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至少要有一个空格 那下一步呢 我们想看看我们这个数据集变量数到底有多少 如果它的变量数大于5000了 那我们需要用一个command 叫setmaxbar 比如说你有7000多个变量 那我们可以把最大的变量数目设置成8000 那command就是setmaxbar8000 我们来试一下 setmaxbar8000 没有错 我们就执行成功了 但是在这儿请大家注意啊 就是stataic最多只能有2048个变量 se最多有32767个变量 而mp最多有12万个变量 我们在这里的演示版本是statamp15.1 所以呢我们最多有12万个变量 但是它一开始打开stata的时候 它默认的还是最多是5000个变量 如果你需要更多 就setmaxbar到你想要的变量数就可以了 那下一步呢 就是看我们现在的工作路径 为什么在stata里面看工作路径很重要呢 因为stata在读取数据的时候 或者在保存资料的时候 如果你不指定数据或者资料的位置 那stata呢就会在工作路径里寻找 或者呢保存到工作路径 这个就是很多人在stata操作完 进行分析以后保存了一个文件 然后就找不到了 它保存到哪去了呢 其实它保存到了工作路径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工作路径在哪 我输入一个pwd 然后点击do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工作路径就是users Briantian Desktop Stata Lecture 所以说呢 如果你不指定工作路径 如果你不对 你导入数据或者保存数据的时候 特意说它的路径是什么 那stata呢就会自动 从这个文件夹里面找数据 或者保存东西 那如果你想改变工作路径呢 叫cd 刚才这个pwd 它是print working directory的缩写 那cd呢就是change directory的缩写 比如说在这儿 我们把它选上 我们就改到了这个文件夹 其实和刚才是一样的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把工作路径 改到自己想要的文件夹底下 请大家呢 把我们这次附带的四个数据 child.csv child.xlsx child.dta 和anthro.dta 这四个文件 放到我们这个工作路径的底下 如果我们想看看工作路径底下 都有什么文件 我们可以输入dir点击do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工作路径底下有五个文件 分别是我们现在的lecture26.do anthro.dta child.csv child.dta 和child.xlsx 希望大家呢 和我一样都有这五个文件 之前第十讲的时候我们说过 正式数据开始分析之前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log文件 这样呢可以把屏幕上的东西 都保存到这个log文件里面 便于呢你和co-author 其他的合作者进行分享 那现在如果系统里 已经有打开的log文件了 我们可以用capture.log.close 关掉它 然后呢打开一个新的log文件 log.using.lecture26.log replace 大家可以在这看到 我们没有指定 让stata把这个lecture26.log 保存在哪 那stata呢 就会自动保存在工作路径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它保存在了这儿 users brainjohn desktop statalecture 这就是刚才我们指定的工作路径 它保存在了这里 那现在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工作路径底下都有什么文件 dir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不是有六个文件了 多了一个lecture26.log 在这里 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log file 那现在我们开始一起学习如何导入数据 那最简单的情况就是导入dta的数据 dta呢就像r的rdata一样 就是呢 stata自带的这种数据格式 如何导入dta文件呢 我们可以用use command 我们就直接输入use 然后呢 文件名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条command use child.dta 多号clear 在这里呢 我没有指定child.dta这个文件的位置 刚才我们说过了 那stata呢 就会到工作路径底下去找这个文件 多号后边这个clear呢 是指清除现有内存的数据 这样呢 才能腾出地方导入新的数据 当然现在我们点一下data browser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内存里是没有数据的 但是呢 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加上这个clear这个option 然后呢 我们把它highlight上 点击do 它呢就导入了这个数据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数据 list in 1到10 我们看看这个数据的前10个observation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前10个observation 我们点开data browser 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概数据格式是这样的 在这儿想说明一个什么事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用双引号 把这个child.dta给扩起来了 是吧 其实在这儿呢 我们去掉这个双引号 也是可以的 来再点击一下 我们看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要加上双引号呢 这个是因为 如果你的文件名中间是有空格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一定要用双引号 给扩起来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下一个 如果我们指定了这个文件的位置 use users brinejun desktop stata lecture child.dta 都号clear 我们来输入这句话 点do 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问题 导入成功了 但是我们注意 在这儿 stata和lecture之间 是有一个空格的 如果我们把双引号去掉 我们可以看到 stata就会报错了 inviolet lecture stata在这儿 就会断开 然后就不知道 后边lecture 这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管导入什么数据 最好呢 还是把和路径 有关系的东西 都加上双引号 以防任何错误 好了 这个就是导入dta数据 我们就用use 然后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如何导入csv数据 导入csv数据 它的command呢 叫import delimited 因为我们知道csv 它就是comma delimited file 所以呢 导入任何的delimited file 都叫import delimited 我们来看 import delimited child.csv 都号clear 我们选上点击do 我们可以看到 数据就导入了 有38个变量 5604个观测值 当然我们说 你也可以指定 这个文件的位置 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这个位置 可以不是工作路径 可以是任何一个路径 stata就会顺着这个路径 去找到你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 38个variables 5604个observation 是一样的 那我们点开 databrowser来看一眼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stata很聪明的 把变量名 都导进去了 它没有把变量名 当作第一行的observation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变量名 它都是小写的 在这儿我们说 在导入csv文件的时候 stata自己会判断 是否把csv文件的第一行 当作变量名导入 但是有的时候 stata会出错 所以呢 更保险的方法就是 我们指定 stata去做一件什么事 比如说在这儿 我们可以让stata 不把csv的第一行 作为变量名导入 那我们加一个option 叫bar names 括号 no names 我们把它选上 然后点击do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stata 把第一行 现在是变量名 对吧 它没有把变量名 当成变量名 导入我们这个数据集 当然我们也可以告诉stata 必须把csv文件的第一行 作为变量名导入 那这个option 现在是bar names 1 我们来看 这样呢 stata就识别出了变量名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变量名大小写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 它是小写的 这个是因为 导入这个 delimited file的时候 stata呢 会自动把这变量名 都变成小写 如果大家非常喜欢 大写的形式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options 叫case upper 我们来看 case upper 点击以后呢 就都是大写的形式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点击 我们也可以选这个case lower 都是小写的形式 我们来看 都是小写的了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保留csv的形式 也就是说 你这个变量名 在csv里面 是大写 我就大写导入 是小写 我就小写导入 刚才我们知道 它在csv文件里面 是大写的形式 那么我们看 导入以后 它还是大写的形式 这个呢 就是导入csv的方法 那可能有小伙伴说了 我们导入csv数据 这个command 我记不住呀 又是var names 又是case upper lower 其实是很难记的 那我教大家一个 更加简便的方法 我们可以点击file 然后点击import 我们可以看这儿 有一个text data delimited csv 我们点击它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 file to import 这里选择我们这个 child.csv open 然后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 delimiter 因为我们知道 csv file是 comma delimited 所以我们点击comma 然后呢 你是否想用第一行 作为变量名 A在这儿我们是的 我们选always 在这儿你可以选variable case 比如说这儿有lower 我想选择upper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预览一下 child pidx 都是大写的 然后呢 这个是变量名 没有问题 我们点击ok 这儿它问你 data in memory 现在你的内存里 是有数据的 你是否想把内存里的数据 清空了 然后导入新的数据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stata呢 就在这个窗口菜单 打印出了 在背后所执行的代码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行代码 复制到我们的do file里 下次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运行 这一行代码了 这样大家就不用记 我们的代码了 但是我们看啊 在这儿 它都被分隔开了 不太好复制 如果我们看啊 我点一个复制 我把它全选 然后点一个复制 然后粘贴到这儿 看起来不太好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 改成自己想要的格式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教大家 一个更简便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window这里呢 点击这个review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它第25个命令 就是我们刚刚执行的这个 在背后执行的 那么呢 我们在这儿点击右键 点击copy 然后呢 可以把它直接复制到 这个do file里 然后呢 就非常的可重复了 是吧 我们下次直接 选择这一行command 然后点击do 就没有问题了 数据就导进来了 那为了 因为这屏幕很小啊 我们还是把review 先给关掉 在这儿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如何给代码换行 比如说 这一行代码 它特别长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在这儿 点击 输入三个斜线 然后呢 把它放到第二行 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就导入成功了 在这儿和刚才 加注释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三斜线 不能紧跟着command 比如说不能紧跟着 这个逗号 输三斜线 这样的话 Stata就会报错 Option not allowed 它会以为这是个Option 我们还是空一个格 或者呢 空很多个格 然后呢 导入 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先把它删掉 那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何导入Excel数据 刚才 CSV叫import delimited Excel呢 叫import excel 这个就更好记了 我们可以import excel child.xlsx 都好clear Excel文件呢 比CSV文件导入的稍微慢一些 导入成功了 或者呢 我们可以指定路径 点击do 导入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导入这个数据啊 我们可以看到Stata没有把第一行当作变量名 是吧 这个和CSV是不一样的 在导入Excel文件的时候呢 Stata默认第一行不是变量名 所以呢 在这儿我们可以让Stata把第一行当作变量名导入 我们加上first row这个option 点击do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第一行就是变量名了 在Excel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指定导入Excel文件里面的哪个sheet 刚才我们看这个文件 它的sheet叫sheet1 记住这个双引号 然后呢 点击do 这个和刚才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sheet2 但是在这儿我们可以知道了 就是import Excel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import不同的sheet 同理呢 在这儿我们可以让Stata在导入的时候 把变量名全变成大写 全变成小写 或者保留Excel里面的形式 分别是caseUpper caseLower和casePreserve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caseLower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都是小写的了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 保留Excel里的形式 来看一下 因为Excel里就是大写的 现在就都是大写的了 那么同理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窗口菜单导入Excel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file import 然后呢第一个Excel spreadsheet Excel file 我们选择child.xlsx open 在这儿呢 你可以选择sheet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sheet 然后呢 这有一个import first row as variable names 你是否把第一行当作变量名 当然是了 我们把它勾上 勾上以后呢 就可以选择variable case 你是保存现在的格式 变成小写的 还是变成大写的 那么我们点击保留现在的格式 然后呢 这可以预览 我们可以看到 变量名没有问题 然后都是大写的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OK 你是否想要继续 你是否想要清除内存里的数据 并且导入新的数据 是的 然后呢 我们还是可以到window这里 把刚才关掉的review窗口 再给dun出来 可以看到 第36个就是 是吧 然后我们在这儿 点击右键 点击copy 然后呢 可以把它复制到这里 我们还是可以画三个斜线 然后表示换行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do 我们可以看到 数据导入成功了 再来点开看一眼 都没有问题 今天呢 我们一起学习了 如何用stata导入 DTA CSV 和Excel 形式的数据 那如果我们有 其他形式的数据 想要导入呢 我们可以看这里 还是在file import 里面 我们可以点击 比如说export fred odbc dbf 等等格式的数据 那如果你还有 其他形式的数据呢 并不被这个stata 所支持的 我们也可以用 StatTransfer 或者用R 来进行数据转化 一般呢 我们转化成csv的文件 是最保险最好的 因为不管是什么 统计学软件呢 它都是可以读取csv文件的 最后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stata小课堂 欢迎大家扫一扫 屏幕右方的二维码 关注e卡会 微信公众号 我是Brian 下周晚八点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